给你25万,让你在锦赛中造假,你愿意吗?你能抵挡住这样的诱惑吗? 穷脚子王多宇抵挡住了诱惑,拒绝了,说手好球是足球运动的底线,他的这个脑好像一把钥匙,为他打开了赢的遗产资格的大门。 王多宇是什么人?一个秉极球队的守门员,球技太烂,球队里都没有人看得起他,除了他的一个好机友装强,为了生存,他什么都干,叫做女人踢女足,30多岁我脱光了去做人体模特。 去做人体手撕,出卖自己没有胸肌也没有腹肌的用种肉体,为了钱,他可谓不择手段,什么都卖,唯一不肯出卖的,就是一个足球运动员的底线,一个身为人的良心,正是这一点点良心,于是他得到了一个机会,花10个亿换300个亿的机会,一个月之内,花光10个亿,不许留下一分,他以为很容易, 于是让自己的朋友装强,成为投资公司的CEO,专门投资那些西洋产业,花钱谁不会,他的爆发护行为遭人诟病,有人笑话他,请股神吃饭才高端,他那些行为太庸俗,听说请股神吃饭要花4000万,这可把多余乐坏了,赶紧请。 吃饭的时候,他问股神,有啥投资失败经验,专门指导人们成功的股神是非生气,扇门走人,王多余看着账上的钱越来越少,十分开心,没想到,噩耗从前而降,请股神吃饭的事让人们误以为,王多余,从股神那逮着了什么,股神秘籍,纷纷跟吵,活生生把西洋产业炒火了, 多余莫名其妙收入一个亿,接着,他投资了那些奇奇怪怪的梦想,竟然一个个都得到了回报,尤其是一片烂尾楼突然变成了学区房,仅赚十个亿,怎么办,钱多得花不完,愁服了王多余,他身边的小块季下主,是从一开始就讨厌王多余的,王多余为了花钱,也为了斗下主,是巨资在各个平台上表达, 其实这个过程中观众看到,无论是王多余的朋友还是员工,都想从王多余身上捞一笔,对他赚钱陪钱毫不关心,只有下主没这么想,他看着王多余花钱如流水心惊肉跳,十分痛心,天天提醒,王多余在这个过程中,也喜欢上了下主, 最后眼看钱花不完,他只好推出杀手锏,质房钱,一块钱买保险,受益金就给一千元的赔偿,并成立了西红人寿保险公司,市民乐疯了,全市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减肥大潮,公司赔钱赔疯了,大家都认为他在做慈善,他还获奖了, 接着,花重金邀请全国一流球队,恒泰队被有一赛开赛,王多余和他的秉级团队用毅力成功守住了球门,没有让恒泰实现双位数的进球,在精神上打动了无数市民,甚至连恒泰队的恒泰太都要拿出一个亿支持,王多余的慈善SB事业,眼看成功在即,下主却被绑架了,让年漏富,一千万的赎金,王多余出不出, 出了,王多余就违反规则,三百亿打水漂,不出,下主没命,怎么办,王多余打算把自己灌醉,明天比赛结束,三百个亿,买多少美女都行啊,最后,时间到了,王多余没有出现,下主失望了,准备离开,谁知道这时传来了王多余撕心裂肺的哭喊声,他不是哭下主,他哭自己的三百个亿, 他知道,自己即将失去三百亿,但还是带着一千万来了,下主,你知道我为你失去了什么吗?你要是不给我生一百个孩子,你都对不起我,这时候,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,在贪婪中一发光, 是的,王多余没有大意领然,他甚至十分不情愿,哭着喊着,但还是选择了温暖的人,而不是冰冷的钱,最后一关通过,他真的获得了三百个亿,如果他没有选择下主,三百亿才真的打水漂? 故事效忠带来,没什么高大上,暗广处处有,不算高明,但足够博的观众会心一笑,开心麻花的品牌,值得,这个团队也在一步步成长,但没有随着名气大长而肆意圈前,每一部作品都让观众大呼过瘾,不像某些团队,有点名气就开始制作垃圾影片, 开心麻花一直在为观众提供值得的作品,无论是夏洛特烦恼,还是秀秀的铁拳,都让很感动,很欢乐,作为一个喜剧团队,他们的底线就是让观众开心,西红枝首富,的确是今年最好的喜剧作品,所以说,开心麻花在戏外,也守住了底线,推荐,值得一看。